因為有過去那一段背景歷史 我們建設上我們必須真的要承認 我們是相對的是落後 所以說我就是第一個最困難 就要跟時間賽表 要加速建設 第二個要徵集最大的資源跟財源 來優先順序 依照地方的需求來加速地方的建設 還沒有想那麼多 其實我一直在想著 就怎麼樣把握這兩年多的時間 把地方的基礎 把地方的建設 能夠定下一個非常穩健的基礎 卸下這個工作以後 能夠做一個自己非常喜歡的醫療工作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其實以媽祖來說 我們是非常羨慕其他的奧醫師醫院現實 不管他們的資源條件 以及他們各個縣市長的學期 我覺得他們都是我學期的對象 那基地緣的關係 我們跟台北市的連結特別好 跟桃園市的連結特別好 新竹市的林志堅市長 像基隆市的林宥禪市長 去年都有來過馬祖 我們都有很多的交流 我覺得他們都讓我非常的敬佩 他們對於地方的建設 以及親民愛民的態度 都值得我學習 因為鄉進常常跟我講 有五星級的縣長 我們就有五星級的縣民 五星級的馬祖 可以對於整個馬祖的進步 是有很大的助力 他很可愛 在身邊